对于李世锋来讲也是留有遗憾 希望这一战在美国 可以去顶一下对方的反手区 往前线路空的很不错 再压到正手的后场 接外 接外 这个属于自己打乱了一下自己的发球节奏 杀斜线 反手分对角 他这个往前质量还挺高 空头挡 这个没办 起了个大早来看李世锋跟拉克什亚这场交点战 大家可以刷一波是熬夜还是早起 还在斗往前小球 看一下第一局比赛的局点 再起 另外一番的较量 铺他 空球手感跟节奏都很不错 打斜线 再推 又是一个斜线 反手挡 连续挡网 还是陆波 这是直播 朋友们 这是直播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凌晨 应该是清晨 5点55分 斜线 之后 昆拉伍特已经提前晋级了 另外一场半局赛 昆拉伍特 获胜 斜线高远过度 对拉 收掉 再推他 又是机会 拉克什亚用的是最新出的一千 铺王 这个话题都可以在咱们的这个 同伦局当中来畅所欲言 对拉斜线 很高远 但是这个 没分到位 再挑他 哎呦 这99pro好用 我们刚搞了一把 顶起来 挑大斜线 放线质量很高 重复再来 杀 88dpro 弓箭7pro也用 但是弓箭7pro 主要是控球的时候会用 后场跳杀 带来的那种 强力杀球 相对比较清净一些 漂亮的斜线 但是要连贯呀 当心 漂亮 漂亮 批的不错 但是这球 拉克什亚 抖地救球也很快 蓝挡 好吃女生 用的是88spro 和激光800 哎真的 88spro 尤其是那个翡翠蓝色 这球是 别说这下拉克什亚 防得还挺不错 当心 哎呀 斜线被对方防起来了 这个印度 斜线 好的 被动球 侯天 李宗伟他超级赛的冠军很多 他的历史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漂亮 这个前场 这球 斜线 招牌 干脆 挑他 又是机会 这球 这也没办法 要当心 突击一盘直线 先试一试 哎呦 漂亮 就这样很高 再批他 好 李宗伟搭着白色手交啊 100zz的藏蓝色戒 3比0战胜了波兰 杀入决赛 如鱼得水 不能起高球 不能起高球 那就上林冲吧 当心 防得不错啊 勾对角啊 那时 大力跳杀 这是 停 有 能起来 小 你 毕竟又被追了一分 着急 这个话问的真的特别好 连贯 对这次没有上他的档 可以突击一下 反手再挡往前平抽 拦截好的 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 刚刚那个球 这个 拉克什亚也知道李世锋要披杀 也知道他要打 戒外 谁是11匹 谁是12匹呢 是不是 这都是一场比赛 一场比赛 临场的时候 就这么一开玩笑 这么一聊 当心 往前 这个球 美丽了 战也没有来 对不对 往前 加拿大是500赛 投顶 防得不错 再挡 韩国大日赛300 当心啊 这个小鞋剑 挡得还可以 就又放 再挑战后场 这些是戒内 这是机会 好 一会儿大家不要走开 还可以继续在 一号场地上来看南霜 防起来了 再放他 再挡 往前 好的 中杀一拍 主动分对角 这段时间 投顶 杀直线 再放 这是主动球啊 界内 比赛 杀一拍